哈喽大家好,我是枫叶 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伊朗餐馆 好久没有吃伊朗饭了 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 进门入座 您看这个菜单是不是很新颖 翻开首页 一幅伊朗地图 上面写道 伊朗是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是称波斯 这样您感到他们很尊重历史 也很为自己的历史自豪 您看每个菜单的边花 就像我们中国过去的青花瓷 公元十三世纪 中国从波斯进口了波斯谷 这种物质是瓷器具有特殊的蓝色 从而使青花瓷迅速发展 而取代了青植 也大幅度提高了丝绸之路运输的中国瓷器出口量 现在我们欣赏一下餐馆的环境 伊朗人更喜欢色泽鲜艳 而且色彩新鸣的图案 餐馆并不大 但是异国风情味十足 无论是吊灯 还是色泽鲜艳的彩色窗户 台铺以及座椅的靠背 都带着伊朗的文化 伊朗人一般喝红茶 不加牛奶 但是他们手里永远有好几块这样的方糖 他们习惯于放一块方糖在嘴里喝一口茶 这一杯茶喝完能吃好几块糖 伊朗是伊斯兰教 所以他们应该是不喝酒的 好 先生点的豆汤上来了 这个是Linson豆汤 然后送的烙饼 一点芹菜叶 小萝卜 葱头 还有一块黄油 应该是卷在饼里吃 我这个是Yoghurt 先生说他的豆汤喝上去口感还不错 烤鸡串上来了 两个小西红柿 一点salsa 还有一点柠檬 米饭应该是印度的Basmati Ice 上面黄色的米是用正红花泡水 把做好的米饭放一部分进去 拌上黄油 撒在上面作为点缀 伊朗的正红花 非常的有名 质量非常好 我这道菜叫Fen San John 它是带骨的鸡胸蒲肉 加上核桃碎煮出来的 里边还有干柠檬和石榴汁 偏于酸甜口 伊朗和阿拉伯的主妇 他们对做米饭非常认真 饭要做得粒粒分明 绝不能黏黏糊糊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您为我点赞 关注 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Goodnabbit bis next time Ciao Cia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